大家好,這是索尼的RX10 第幾代呢? 4K第五代 第五代擁有大炮600 好,大炮600最大的麻煩就是說 它的廣角是頭頭伸出去的 好,來,我們裝好之後呢 平均都做好了之後 我們首先這裡模式鍵按一下 登場亮,這個代表鎖定 鎖定,鎖定,鎖定,鎖定不撞車 鎖定不撞車 好,再來看,再按一下呢 它會閃一次喔 閃一次 閃一次就是左右跟隨 上下鎖定 上下鎖定 這用在走路的時候 走路的時候 拍狗的時候 因為狗不會飛嘛 你只有一個角度嘛 所以你只要上下鎖定 左右跟隨去拍狗 這樣懂了嗎? 好,按兩下 嘿嘿,聽Live的喔 按兩下 我們就是模擬空拍的感覺 拍小動物,拍人 那麼舉高模擬空拍的做法 是這個樣子 總共是這三個模式 好,再來暗示一下 一二三四 聽到第一聲 把它擺在你要的位置 好,再按一下 寫入 好,我們第二個位置擺在右邊 好,它就進行縮時攝影了 好,記得螺絲要給人家鎖緊 我剛剛螺絲沒有鎖緊喔 鬆掉了 好,這要注意 好,再來 按五下呢 就是自動校正 這裡這個是鎖定鈕 看好喔 按著,鎖住了 抱歉,它在縮時攝影 再按一次就解除 縮時攝影 好,現在左右跟隨對不對 按一下 這裡,這裡 它就鎖住了 上下鎖住了 好,那麼這個先生呢 很保守 它的修面時間太短 那麼其他的功能呢 譬如說 啊 索尼相機 可以在這邊按一下對焦 按兩下 按一下對焦 對好焦之後再按一下就錄影了 這是以上它的基本功能 好,謝謝大家,謝謝